歡迎收看二本巨蕎 歡迎來到女人殿堂 老郎 我問你 是 現在的寶貝生出來了 對 你老婆還像之前這麼有情趣 每天可以玩 數到一百就到家的遊戲嗎 別提了 她的眼中現在已經看不到我 剛好這很理意啊 沒有人管你 對 所以我馬上就去訂了 歐洲豪華郵輪 兩個月有 你知道嗎 剛好小五哥有空 就讓她來代班好了 小五哥又有新的作品了 還要介紹兩邊 先要來介紹對不對 每次講說 有了小孩就不管男人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然還有本來是個寶 有了小孩變成草 我們聯合國行男 歡迎七位 夫妻生活一旦有了小孩後 女人眼裡幾乎都只有小孩存在 而男人完全被拋住老後 今天各國行男就要來敘述 問了小孩 他們究竟受到哪些不平等待遇 歡迎收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小五哥又有新的作品出了 我本人其實微不足道 當然這六個都是主要角色 不過大家耳熟能像是中間的 張成光 張大哥 在大當家裡面有相當成功 所以你的意思說這部戲 就賣你們兩個就好了 也沒有最主要是賣張成光大哥 而且台灣部分 好像張成光大哥自己買回來 然後再播了 真的嗎 他是趁光哥人在加拿大的時候 就開始亂想了 真的 希望光哥看到這一段錄影了 好 那就與心知一定要來支持 我們的大當家 謝謝小五哥 謝謝 今天難得主題又講到小朋友 請問都市美來是 他們說因為謝先生要來 對 他們說因為謝先生在 他都覺得他的家庭和樂美滿 他就覺得他在家裡地位 就是這麼高 就很崇高就對了 他覺得他沒有什麼好聊 所以小五哥結了婚 就算有小孩地位依然健在 本來就沒有這個地位 本來就沒有這個 這個東西只會上下 他不會上下 他不會盪到這裡 他不會盪到這邊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大當家 沒關係 大當家就是一部好戲 這個也好 這個真的是一部好戲 真的沒有騙你們 真的 這是濕的耶 對 他是乾釘的 而且頭整個濕濕的感覺 是不是 我現在背上都是整的 在家裡也是大當家嗎 我不敢說我大當家 但是在家裡面 還是有個男性的尊嚴存在 不管是 尊嚴 哪裡 尊嚴 每個房間都有我的尊嚴 各位請問他在說什麼 警示 沒有 我每個房間都有尊嚴 從客廳到廚房到餐廳到務室 都有 都有我的尊嚴 我的尊嚴無處不在 兒子沒有超越你 兒子他不可能會超越我的 還是 你的尊嚴是放在相框裡 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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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小孩應該有很多的限制 對不對 我沒有什麼限制 我有什麼好限制 沒有嗎 比如說兩個人沒有辦法像那個 沒有小孩之前那麼行動自如了 我不需要行動自如 因為我 因為大字報說你這樣 有了小孩以後 不能看晚餐的電影了 兩個人出門一定要晚餐前回家 不是 他都不是去看電影 他都是請工作人員跟劇裡面的演員 去唱歌 沒有跟老婆交代 妳先回來坐好不好 我覺得我坐那邊會比較OK一點 沒有坐這邊一直毛骨悚然 我一直覺得他會噴我妳知道嗎 其實那裡也會 沒有兩管更厲害 還有兩桶 那為什麼跟從劇組的演員去唱歌 沒有回家幫忙一起帶小孩 也沒有跟老婆講 我太太不是太喜歡我回家幫忙帶小孩 哪有這樣 真的假的 還是因為 我不是失寵 我是經常失身好不好 因為我太太生完小孩之後 對小孩的獨佔性非常非常的強 我覺得就有點像那種動物棋台 那種非洲大草原裡面 那種母獅子 牠養育了小獅子之後 牠會把其他 我會把公獅子不是其他 就是我一隻了 還是有其他 也不小心爆料了什麼 妳觸動了我的心弦 就牠會把公獅子趕開 然後我做什麼 牠都覺得我是不對的 從小時候的蔥乃萍啦 換腰部 牠都覺得我的動作是不標準 一直到現在 這個習慣養成很糟糕 現在我兒子還是比較傾向於牠 牠不太會主動抱我 牠都是抱他媽 我不是在罵出口 是他媽媽 對不對 對 就我太太不放心讓我帶小孩 牠前一陣子 因為比較要長時間 在內地工作 對 然後牠就說牠 還是你自己說嘛 不要這樣看我 妳說應該會比較婉轉 牠真的給我壓力好大 肩頸好痠痛 沒關係 妳慢慢講 妳看牠的影片講 不要看牠 對 牠就是 大概牠的意思就是說 牠一個人 隻身在孤零零的 中國大陸拍片 然後牠的太太 就會帶著牠的兒子 每年兩到三次 出國啊 寒暑之外啊 對啊 就是東北亞 東南亞 他們已經是不屑於走 這樣的行程了 就是歐美啊 或者是基地啊 對 大概就是看一些什麼激光 會不會老婆就跟兒子說 我覺得如果在我跟我太太 爭吵的當下 她一定有個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她可能不會講說 妳沒有爸爸 她會講 今天是爆料嗎 結果結論是這樣 我覺得最誇張的一次 你知道嗎 是我明天要 我明天要飛 上海還是橫店 我忘了 我明天要飛 我要飛 飛去拍戲 你知道嗎 家裡面一切正常如洗 你知道嗎 我收著我的行李 戴著厚重的衣服 因為冬天 含著眼淚 然後證件啊 什麼袋子啦 然後一些必要的東西戴著 然後我就看到 我那隻兒子還小 然後我太太也是若無其事 然後我兒子這樣看看看看 看了半天之後 媽咪 那我們呢 我說不用啊 你們就待在家裡面 不是不是 寶貝妳不知道 媽咪 那我們呢 他媽的臉就有點紅 你知道嗎 沒關係啦 不是 那我們的行李是不是也要收了呢 我說你們不用跟我去 你們大概就這樣 不是 我們 我們後天要去美國 好不熟喔 私家人 對啊 然後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就在我隔天早班 你也知道要飛早班 要飛上海 然後我說你們後天要去美國 然後呢 然後呢 錢領好了 就常常 旅程都規劃好了 對 都規劃好 而且他規劃的 比我們住宅單位 規劃得還快 你知道嗎 他的機票什麼都到了 比我的機票都... 就是比我公務 工作的機票還都到 然後這種事情 不是太少 屢見不鮮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小五哥這麼喜歡打牌了 因為那邊有人 一直不停的提款 所以他就從你上 不停的挖掘 對啊 那小五哥私底下怕老婆嗎 你在講什麼話 你在私底下的尊重老婆嗎 你們是主持節目也要 對特別來賓的自尊心 要顧到一個人 是... 我是... 我怎麼可能回去 是什麼問題 對 被他們節目都嚇到失憶 怕不怕老婆 我不會啊 我怎麼好怕老婆的 小蘭哥會怕老婆嗎 我很尊重他 很尊重他 那就是怕老婆嘛對不對 對... 薯辣 我也滿... 他多不薯辣講來聽聽嘛 老杜 其實 是尊重 就是尊重到不管做什麼事 都不讓老婆知道 沒有 他大概的落差是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拍戲收工 他就揪我們出去吃東西嘛 或是去小酌一下 但他在外面 哇 他就是五哥你知道 就隨時就我們 我跟龐得獵 就是像兩個那個 你知道丫鬟跟那個 就鏡頭育女那種 對 我們旁邊伺候他 五哥要吃什麼 五哥喝什麼 五哥要不要再點點什麼 五哥什麼 這樣聽起來是你能怕他 不是他怕老婆 對 但是這是他在我們面前 但偶爾也會 太太也會說 今天其實休假 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飯 那只要有太太在場的 那個狀況就不一樣了 我跟德烈 我們就很輕鬆來旁邊看 因為就會看到五哥說 太太要不要再弄點 太太我幫你夾點這個什麼菜 對 我們就在旁邊量筷子就好 小悟哥好尊重老婆 好精采喔 其實那時候已經下戲了 你知道嗎 小梁哥我跟你講 是 我們一日為一人 終生為一人 當然 你下戲你還是可以演 因為你上戲的時候 演不好頂多恩輯 是 但是 婚姻是不能恩輯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那請問一下 你在戲裡面演反派 回到家你也演反派嗎 我在家裡面從來 就沒有是正派過 我一直都是遭受一個 反派的待遇 我婚前也是 會把老公擺在第一位 我希望我們兩個出去 都是很登對 郎才女貌 人家投以羨慕的眼光 所以我對我老公的外在 跟打扮我非常注重 可是 他穿什麼 他有沒有穿 他有沒有走在我後面 我都不在意 我只要我跟我小孩 OK就好了 妳的意思說 既然他就算全部我出去 妳也不在意 因為我不在意 因為我眼裡沒有他 隨便他要穿什麼 對 因為像我老公 跟我的小孩 跟我兒子 他們是同一個髮型師 可是那個髮型師 他就跳槽離職了 就不在我們家附近 然後我就很緊張的說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兒子以後的頭髮誰剪 那我要上網 幫他找一個 其他那個很厲害的髮型師 家附近的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跟妳兒子同一個髮型師啊 那我呢 我說妳是大人了 妳自己去找 妳是這樣子 妳是大人了 妳自己去負責妳的髮型啊 妳還要我幫妳找髮型師 但兒子的我要負責 但是馬丁 妳老婆跟你結了婚之後 有了小孩之後 他還看顧妳所有的東西嗎 縫衣啊 也不會啊 對啊 完全不會 所以這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尤其是我們生兒子的人 蛤 真的 媽媽跟兒子那種 兒子帥也比較重要 前世情人的那種情緣 對不對 對 我兒子只要寒流一來 他整套的發熱衣 我是準備好的 我老公說 那我呢 我晚上穿什麼 我一看 哇 他只有掉瓜耶 跟四腳褲耶 他冬天沒有衣服穿耶 我都會浮現 他只是性暗示嗎 故意穿的時候 沒有 他真的沒衣服穿 主考他是生女兒還是兒子 都是兒子 都是兒子 所以你老婆比較重兒子 還比較重你 當然是重兒子比較多 因為他知道他們長大 也是陪他的 因為女兒回來陪爸爸對不對 可是都是兒子 所以一定會陪他的 真的 對啊 已經有小鮮肉可以看 誰要看那個老肉 而且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兒子這麼... 明明其實那個爸爸 就是有那個影子 就是小孩身上還是有爸爸的影子 人家看到他好可愛喔 兒子好可愛 好討喜喔 然後看到爸爸 怎麼那麼討打啊 就是真的... 哇 你們家真的很誇張耶 我爸爸從來沒有 完全沒有買過內褲、襪子、衣服 什麼都沒有 都是我媽在幫他準備 真的啊 對啊 他常常有在穿嗎 我都沒有穿啊 你說我 還是你都穿你爸剩下的 穿不下 所以讓人說你剩的是女兒對不對 你就沒有這個困擾 你老婆比較重視你女兒 還是重視你 我女兒 所以剩男生女都是一樣 只要剩的來都是一樣喔 那馬丁你老婆PO你嗎 還是PO安東 這個還要說嗎 他半個照片都沒有我啊 當然啦 你的FB裡面 我看到你老婆的照片啊 對啊 都就是不放自己不放我 全部都是安東啊 全部都是小孩 很正常啊 基本上就這樣 而且我覺得做了父母的人 那個手機照片 永遠都是小孩的 因為我FB現在就是家庭 就只有我跟我兒子啊 譬如說我帶他去科博館玩啊 這個看起來你是重點 你兒子好像不是重點 沒有 因為他在我背後 他很專心的在那個解剖人體 我就帶他去長知識 解剖人體啊 他在科教館 這邊有一具屍體有沒有 他在那邊裝他的心臟什麼的 不過我有時候也是會PO一家三口 譬如說這樣 一家三口 那是法比歐嗎 對 對啊 真的假的 是法比歐 我一直都是我老公 如果真的是你跟法比歐 甚至代表你偷生 因為一點法比歐的基因都沒有 怎麼會呢 我覺得我們三個還滿搭的啊 而且不但你不PO老公 我還常常要把我老公封鎖耶 為什麼 幹嘛封鎖他 因為我常常會有這種照片啊 就常常要封鎖我老公 其實也滿麻煩的 為什麼法比歐這麼有空 都跟你一直拍照啊 沒有 其實是我自己擺到機會 就一直找他拍 當然法比歐的粉絲 應該會常常去你的粉絲 專業你 我們兩個是情敵 不是嗎 小兩個 對 妳要小心會被攻擊 那 會過於情人也是嗎 妳的社群網站都是PO 幾乎都是我跟小孩 或是以小孩 小孩最多 然後再來就是媽媽跟 就我跟小孩 然後 老公就偶爾會出現在 某一個角角啦 或者是背影啊 因為媽媽通常都比較愛PO 這些東西啊 很正常啊 對啊 而且不老公誰要看啊 對啊 老公也沒那麼好看啊 誰要看他 小鮮肉可愛多了是不是 妳有沒有想過老公的心理 其實是很委屈的 哪裡委屈 我們那麼辛苦 我們懷胎十個月PO 多PO一點 那OK嗎 我好怕妳兒子 開始交女朋友之後 妳會開始痛哭流涕每一天 真的耶 會耶